音樂 詠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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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特別請著名作家張曼娟 女士 東吳大學教授 女士小學等部責任 為我們主持這場作談 我們帶大家為我們熱烈掌聲歡迎 謝謝鳳姐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歡迎大家逸臨今天我們這場 從臺北看香港的座談會 作為一個主持人 我想大家最期待的就是 讓整個活動可以順利進行 所以主持人的話說得越爽越好 所以我現在趕快來介紹一下 今天呢就在台上的幾位貴賓 那我們先從遠道而來的貴賓開始介紹起 其實今天在這個台上呢 有兩位是特地為了這個活動 才從香港來到台北來的兩位貴賓 那我們首先要來介紹這位呢 我不知道他到底覺得 他自己是一個台灣人還是一個香港人 因為他們前半生當然都是在台灣度過的 可是呢從1997年之後 他就移民到香港去了 據說他現在呢又有一點想要移民再回台灣 在香港住了20年 到底是怎麼看待自己以及這座城市的呢 我要介紹的這一位作家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那麼他是我們台灣圖里人 那他寫了很多大家都非常喜歡 他有一份熟悉的林武士文學相關的書 比方說他在最津津樂道的一本 他是在2005年的時候的紅燃成年 因為這本書同時也融獲了 中國時報開券好書獎 連發報讀書人獎 全品書店長銷書 那2012年呢他又出了一本 《重地書從飲食開始光排到自然跟植物》 融獲了中國時報的開券好書獎 聽到他的名字 看到他的人 我們就立刻想到所有我們在飲食中 可以獲得的美好的滋味 跟大家介紹的這一位就是蔡豬兒女士 謝謝豬兒 接下來介紹這一位呢也是一樣的 他也是特別為了這個活動 從香港來到台北的 其實我覺得人生很奇妙的是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讀到一篇作品 或者看一部電影 覺得非常的喜歡 那可能會是你的心頭好 而且你是不知道幕後的工作人員是誰 比方說前些年我曾經看過一部電影 我是很喜歡 那這部電影的兩位女演員呢 就是梅艷芳還有鄭秀文 那是在2001年的時候上映的 另一部電影叫做《鐘無燕》 我最非常喜歡這部電影 那今天呢既然很開心的可以遇到 原來這一位呢就是 《鐘無燕》這一部電影的編劇 同時呢他也在2002年的時候 評論電影《國民經》 獲得了中港台3D的獎項 包括台北金馬獎的最佳援助劇本 國內華語電影傳媒大獎最佳編劇 以及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最佳編劇 同時呢這個電影還獲得了 亞太影展的最佳影片 那這一位呢他雖然參與了很多電影的活動 但是他自己的內心非常喜歡文學 所以他擔任了文學與電影的從書的主編跟策劃 最近他正在進行的 甚至是香港文學家的紀錄片的拍攝 也非常期待他今天可以跟我們分享 他們在拍攝這些文學家紀錄片時的心路歷程 如果能讓我們看到一點預告那就更棒了 我們來介紹這位是黃靖輝先生 謝謝靖輝 那接下來就是坐在我手邊的這一位 他說他非常的緊張 我想在那一看完他就已經感覺到他的緊張 但是我以前跟他和伴過活動 他是一個非常生動幽默有趣的一位電影的影評人 那之前出過一部我覺得很有趣的影評書 寫得非常的生動很可愛 所以我每次看完他都在吹花說 下一本在哪裡呢 他曾經寫過這樣一本書叫做 約會不看恐怖電影不酷 那這就是我們台灣相當知名的影評人 還有一個淡堂的黃先生 好 那接下來就要進行我們今天的對談了 其實講到香港呢 我自己當然感受是特別的深 尤其是這些年來 我覺得香港跟台灣的秘密齊齊相關 就好像是香港日本有一個 用花露水段的雙胃嘛 各種感覺一樣 可能就算兩個女人 為什麼要把台灣跟香港修為成女人 我也不知道 可能因為覺得台灣或者是香港 可能是修意的地方吧 那這兩個感覺 命運上面有一些神似的地方 這些年呢 好像大家有一種 喜喜相關的感覺 兩邊都向對方倚靠去求取一些溫滿 也去獲得一些經驗 並且呢 也好像找到 也試圖在尋找一種更好的出路 那首先呢我們要先請豬兒老師來跟我們聊一聊 因為我非常喜歡我自己非常喜歡豬兒老師的 一系列的語實文學的著作 在我曾經開設大學的語實文學的課程之中 我也很開心 跟著學生一塊兒讀了豬兒老師的很多作品 比方說我們讀到了他的蓄芒果 因為我自己個人也非常蓄芒果 可是我看到了豬兒老師的作品之後 我才發覺 我那怎麼能夠叫做蓄芒果呢 我根本連芒果都還不認識 我為什麼資格談芒果呢 所以每次在讀豬兒老師的作品來說 都會讓我有這樣的一種感受 那豬兒老師呢 從1997年呢 就移民到了香港 那當時呢 正好是香港回歸的時候 那時候我也在香港 我中文大學任教 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年 但是也給一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豬兒老師一直住到現在 已經差不多二十年了 我只有在香港 寂靜出資兩年的工作 就覺得對於香港的感受那麼的強烈 所以我們就要請豬兒老師 從他的自身經驗出發來看看 他移民香港二十年來 在香港的生活 在香港的飲食 以及在香港的各式各樣的書寫 對於他的什麼生命 造成了什麼樣子的影響 我們今天也掌聲歡迎豬兒老師 謝謝奈娟老師 謝謝奈娟老師 謝謝大家 我的作者 真的是很高興來參加這個會 但是很多話要說 今年是我在香港第二十年 本也是這個多年 還沒有離開香港 我已經非常非常懷念 我已經滿足凌晨了 在香港 我在台灣的時候 從沒想過 生命中一大塊 會有二十年 會在香港度過 但是因為很多其他的因素 也是玩過衣 還有工作等等 這個命令把我帶到香港來 然後我也看到香港這個 就是命令轉變中 最劇烈 而且是最心心動魄的一段 剛到香港的時候 頭幾年 因為不會講廣東話 所以就只能說英文 然後我就是非常地 努力認真的 學會廣東話 因為我覺得廣東話實在太美 太黃眼 太起立了 我一直 我有一篇文章正在寫這個 我覺得廣東話是主詞 還有很多非常鮮美的 以及這種強烈的意象 所以我就學廣東話 到現在 我的廣東話 雖然還是帶著很強的台灣口音 可是基本上 我可以用廣東話來 第一 別人吵架 第二 調情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先在下面 很興奮 第三 做夢 就是我現在做夢說 既然我發現一半是用廣東話 所以我在哪裏之前是洗手的很好 所以香港對來說 已經是變成的 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是我們個人的生命 是我們構成的意識 所以這裡頭我感覺有分裂 雖然我覺得 香港和台灣有很多的接近 但是有很多的不同 但是在這十多年 就是從1997年到現在 雖然不到20年 但是就是說 因為政治的因素 因為中國這個 我們長大的巨大的陰影 這個熟悪的鄰居 這個主化 所以我們這兩地的命運 就是很拉近在一起 所以這些年來 你看香港的民意調查 比如說像港大 香港大學 比如中文大學 每年都會做 平均每六個月 港大學六個月 中文大學說的英文說兩年 都會做一次 香港人身份的內容調查 最近一次的是去年 就趕到2014年12月底的時候 做的調查 這個不用說也知道 大家都可以猜出來 就是 香港人認為 就是所謂認為是 香港人的這個比例 高達如果是以100分來說 將近80分 就是非常高 創下新高 創下這個調查 它的性高 當然也不能性高 也許今年年底 就調查 經過去年 因為這個比賽運動的關係 所以這個大程度 推高了這樣的認同 特別是 尤其是對於年輕一代來說 所以 這個非常地可觀 基本上香港的認同 以資訊來說 我稍微再抄了一下 跟大家說說 就是 當然最高 就是 香港人 這個是最高 加近80分 和100分 來說 其次是亞洲人 再來是 中華民族的議員 再來是世界公民 這個就是說 對於自己 你覺得自己 怎麼看似自己 應該是什麼樣子的人 這麼迅速 然後 接下來 還是中國人 這個有62分 最後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 這有14.4分 我覺得相當的利 但是最高比起來 大概相差 加近20分 加近30分 所以 這些數字 當然就是說 其實不用這個調查 我們可以感覺到 身為香港的一份子 不管是在 平常去街上買菜 看報紙 上網 都可以感覺到 這股強大的這種 比如中國的英明 投射在香港人身上 所以 這個 這當然有帶了很大的焦慮 跟不安 跟動盪 但是 有一個好處 是什麼呢 就是 香港人開始在找 就是 香港是什麼 就是在找這個東西 香港是什麼 就像我們如果問 台北人是什麼 台灣人是什麼 這都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不同人為不同答案 然後很多答案也許 都是千篇一律的 可是事實上 沒有任何能夠說 你心中那種強烈的感受 那種 你到這裡覺得 哇好開心 或是說 你走在這路上 聞到一種花的香氣 或是 更不要說你吃到一碗 餛飩麵 或是吃到一碗燒羅 有泥粉的時候 那種激動 沒有 沒有一種調查 能夠說明這種感覺 所以 在香港十多年來 我感受到什麼呢 當然就是千頭萬緒 不知道怎麼說 所以還是說回 就是 我比較熟悉 然後可能大家也會比較同感的 就是民視了 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朋友 一定也經常到香港 或者至少曾經在台北吃過港式的食物 在香港 我的最深的感受就是 隨著政治自由的空間 縮小 民主的希望 日漸秒明 連食物都開始 變得難吃了 所以我有一個 就是我的小小的理論 個人理論 就是說 原來民主是會影響食物的水平 跟品質的 這個怎麼說呢 香港 有很多的獨特性 眾所皆知 我們所知道的 從我們80年代 深受香港的 褚柳香 明煙芳 張柏龍 這種 流行文化的影響 特別要說 英雄本色 周润發發歌 都對我們有感想 除了是香港的集體記憶 其實也是我們台灣 尤其是我們五六年級生 更早的共同成長的一個交集 所以這個東西 這裡面為什麼它 港式文化能夠出色 因為裡面有香港在 就像今天我們看韓流 看韓國的東西一樣 因為中間有他們強烈的本色 所以這個也在食物上一樣 香港的食物當然是獨步世界 這是不用記憶的 不用再多說的 它的特別在於說 它融合了中心 就是它的 除了典型的粵菜 有幾個特色 比如說生辣 比如說點心 比如說甜點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在中國各大菜系裡面 這麼重視甜點 甜點做的這麼出色 樣式這麼多的 真的是很少有 甜點對於說是 中國的菜頭 比較弱的一碗 一般其實不太多的 想來想去 所以即使是我們台灣 其實如果在甜點上 要跟香港這個 要來品的話 港式甜點還是絕對是 這個應該說是 它是它認的第二獨 沒人敢認的 這獨一 所以你在香港還可以看到說 這個甜品鋪 有各式各樣的 有中式的甜品 像奶雞這種 雖然它其實也混很多西式的 當然現在開了 還有更多西式的 甜品 Dessert 咖啡 所以香港的這種 食物的獨特 是不用說的 然後這個 桌粉麵飯 除了甜點之外 當然大家更熟悉的 就是桌粉麵飯 香港開玩笑的時候 中國的四大發明 不是什麼火箭 不是指南針這些 是粥粉麵飯 粉 粉就是米粉 米粉還是和粉 和粉 和粉 不好意思 所以粉不是我們台灣認為的米粉 粥 這個廣東粥當然是很特別 非常特色的 很多店主專門做粥 粉是和粉 不是我們說米粉 麵就不要說了 黃式的雲 這個雲吞麵 飯 這個也是很精彩的 都是這樣的燒辣味等等 那我要說什麼呢 就是 就是自從這個九七之後 就是 大家都在想說 在香港會怎麼死的 雖然很早這個 這個Fortune還是 雖然是就預言 就是香港已死 就是在九七的時候的標題 但大家都 怎麼都沒想到 原來死的 這個 會死的這麼快 或是說 死的這麼的離奇 這個 香港的死 就是從一點一點從街頭文化 從石木 從一個最細微跟民生相關的 從這點開始的 從九七到現在 因為的就是 沒有這個比較民主 沒有一套這種監察選舉 或是一個可以自主運作的一個制度 就是一個政治上 香港是沒有自言的 所以就原先香港引以為好 就是香港非常驕傲的這種 這種公平公正連結社會 還有這個 就是 獨立的 就是很有效的政權系統 所以就受過影響 然後 所以這個 就造成了一種 所謂叫做地產霸權 香港的地價之高 其實是從來自古皆然 一百多年前 看清淡的人寫來香港 看到這個濫山 看到這個中環 閉密麻麻的房子 就已經驚嘆香港的房價之高 所以這個房價之高 這個不是現在才有的 但現在的房價的高 是很多的一些公平 還有包括中國資金的流入 所以這個就讓租金 房價當然就影響租金了 所以最大的影響就是租金 已經讓很多的這種 一般民生消費的小店 就失去了生存空間 我們在香港 這幾年已經時不時 幾乎每隔一陣子 特別是早幾年 這幾年已經慢慢的 因為該死的也許都死了 就是這些小店 傳統開了很多年的 銅鑼灣 這個灣仔 那個旺角 都有這樣的小店 有一個可能是雲吞麵 也可能是做粥的 他就實在是受不了這個租了 受不了租金 所以他就光榮結業 或是悲痛的揮手 就是再也看不下去了 那那些店怎麼辦呢 那些他們碰出來的店面 大家就知道 就說現在圖灣看 哪些都是這個表店 珠寶店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藥行 這個藥行就是賣奶粉 賣洗髮精 賣這個衛生棉 就是這些民生的用品店 他們的利潤很高 所以他們才付得起 這樣的一個租金 所以這樣子一來就是 當然還包括就是說 嗯 就是食材 食材這也是一個很傷腦筋 讓人痛苦一點 香港不像臺灣 就是說有本地的地區的食材 而且開始走向 像在北洋走向金治華爾街這種 從場化所謂地產 地產地基地緣這樣 香港就是在這幾年後 也是因為就是說 希望把進入更多的土地 拿來蓋房子 拿來創造最高的最大的利潤 所以香港的這個原來有自己的這個 其實有股十分之一的農產 是等地供應的 可是現在這幾年也慢慢萎縮 因為請有感 豬有感 等等的因素 所以就沒有了這個 就是說你想要吃香港等地的 這個自養的雞 自養的豬 自己這個養魚殘的魚 還有這個等地的雞蚊香 等地的新界蔬菜 其實都已經越來越難了 這都是跟政府的這種政策 不會像這個 就是土地利潤最大化傾斜 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當然就覺得說 哎呀這個賣景金菜能夠賺多少錢啊 當然是要蓋房子 當然是要蓋商場 當然是要把它大量化的 才能夠賺取最多的錢 所以香港的這個食材 就已經是 絕大多數是大陸公益的 所以這個在這種 只要又必有什麼疫病 也像這幾年這種 這個機油感 機油感 一直到現在 一直是香港永遠的痛 到現在我們 就活雞在這個 我在香港這二十年 我想很長的 不知道應該二十倍吧 所以在廣東菜裡面 很多菜是非常有特色的菜 就是海鮮跟雞 雞都是用活雞來做的 才做得出那種 嫩跟鮮甜的這個效果 就是香港這個貴杯劑 就是我們說的排斬機 但是因為這個食材 已經就是發生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香港用了本土的這個供應 所以這食材的來源 上已經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 再加上這個後來這個 人民幣的壁址 然後這個已經 接待已經高過暗幣了 所以就是 也非常地 這個 就是說你這個租金也貴 然後食材也貴 那更不要說這個人工 人工就是這個用人 然後翻了一個基本薪水 當然比他們要高很多 所以這樣一來就變成說 你這個很多 這個 一般人平常要吃的食物 一個粥 一個雲吞麵 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這個價錢已經就變得很貴 只有這個大集團 才能夠負責起租金 然後才能夠跟業主替價 然後才能夠進口 用其他的方式來彌補這個價錢 所以 所以就是 香港我跟很多朋友聊起 我現在才跟 是 我跟才跟這個 做民視的朋友聊起 然後他們都回覽 他就說 香港的這個大集團開的 如果你去這個 岸島 或者四季酒店 他們裡面的食物 還是相當 就是說還是有一定的保證 當然你肯定也要付出很高的 很高的代價 但是你如果像 像台北 台灣 甚至台南這樣子 有這樣的小吃 就是說 今天是每天都有人倒 每天都有人走 每天都在收 就算他還沒收掉 他的食物也受影響了 所以 這個 從這裡來看 就是說 這一點是 讓我們在香港生活的 會覺得特別的感受深刻 而且感受到這個 疮痛跟難受的 所以 就以小見大理 比較來看的話 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就是民生的這種 就是大家對於這個 政府的這個 不滿 怨恨 就會更加的強烈 所以 基本上 我當然不是因為這樣才回到台灣的 但是 我還是必須說 說 的確 其實 我們就是 一般 我想能夠要過美好生活 是所有人的一種 基本源泉 所以 在這樣的這種 有趣的行為的這種制度之下 然後偏偏 這香港的這個政治又努力 去矯正它這個結構性的一個 這樣一個 萬一的情況 而且 嚴禁得怎麼會越來越糟糕 的時候 大概人民就會用腳來做一些選擇 所以 這大概就是說 先從這個 我自己感受才深刻的一點 先提出來 那我想其他的時間 就要交給 其他的學老師 其他人談談 他們的香港 謝謝 好 謝謝蔡朱兒老師 其實我剛剛自然坐在這裡 看起來不動聲色 是內心真的是 潑濤羞辱的字 因為剛才聽到朱兒老師 講到一些香港的美食 我就覺得 對 比方說 香港銅鑼灣有家開了好久好久 叫做麗月粥麵 對不對 請回 朱兒一定有吃過對不對 我非常愛他們家的果真粽 還有粥耶 對 那妳家那個豬潤 這個 滷粉非常好吃 對 沒錯 所以每次去都要吃 還要買一個果真粽回來 結果就在我短暫 有一段時間短暫 居住在麗月的有一天 不是麗月 居住在香港 我是很想居住在麗月的 但是 好 我居住在香港有一天 那一刻也跑去銅鑼灣那邊 逛街的時候想說 啊 我又可以去享受 我的粒願 我珍重了 只要這個念頭一起來 我就覺得腳踏之輕盈了 就用一種非一般的姿勢 往粒願那裡走 發生了什麼事 我發現整個房子被圍起來 我不相信 然後我一定走錯了 重新再回到原點 再走一次 它還是被圍起來 然後我曾經過旁邊的人說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就說 粒願已經結束了 那接下來要幹什麼 接下來要開一家新的店 朱瑋你快來去看 然後開了什麼店 那是藥行嗎 好像是錶行 錶行 那些人可能要改成那個藥行 因為現在在打攤耶 哦 西大大都在打攤前 所以藥行更賺錢 錶行 朱寶行 有開始要準備收縮了 對 沒錯 好 然後呢 但好像我說 他們有常常去香港 所以在這邊 我要給他一個強烈的建議 有這樣的可以倒的 但你們一定要去吃的 不是硬盤對的 我每次去香港 一天有吃到那一家 我才覺得我來到西大 他在佐敦 當作澳洲牛奶公司 哦 很多人都有感受對不對 朱爾 你也是雙皮蛋 真的 真的 然後他們的潮丹 宇宙最正 對 太好吃了 所以你記得了齁 好 那現在我們就要請 帶孟宏老師從電影 他的電影經驗 他要看以前跟香港的人 接觸的經驗來跟我們談一談 最後的影迷人 蛋糖朦老師 他心目中的香糖 鮮鴨鴨蛋 讓我們掌聲歡迎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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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 各位 好恐怖 剛剛蔡老師講到那件事 其實會很比較感覺 因為 第二次去香港的時候 我都去尋找這樣的東西 我從小時候也喜歡吃蛋糖 蛋糖的東西 那我第一次去香港 第一次去香港的時候 我就吃到一個蛋糖 好吃不得了 那個皮 我覺得蛋糖最重要就是 就是那個皮 要輸得剛好 從此做我的蛋糖 我整個人身蛋糖的皮 就從上面到這邊 就在裡面去了 那我第二次去香港的時候 我就拼命要找那個蛋糖 變了 可是我帶了朋友一起去 我就說 都去彎再找 因為我基本上是在旁邊道 可是我去幾個地方 其實我找的變了 找不到 那我朋友都去到 什麼 那我朋友都去幫忙 到現在我還沒有找到那邊 那去年我去一次商量 我就再度去一些店 去蛋糖 就發現好像真的 你們所說的 水腫好像 不再像以前那麼的好 我不知道是因為說 我的關係還是真的 那個東西 我覺得酥皮那個感覺 酥皮那個酥的那個感覺 我已經再也找不到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不知道是一個失去 或許 以後可以告訴大家 可以知道它是蛋糖 我知道我跟三位同學 我從來沒有過長期的香港經驗 我是住在台灣 偶爾去一下香港 也沒有經常去 所以說呢 香港的不好的地方 我完全看不到 我只看到好的地方 就是我是帶一個 帶你異國情調的 什麼地方去看香港 但是我異國情調 實際上是需要評判的 或許 我會給我 直接異國情調的一些評判 嗯 我第一次去香港的時候 我都覺得一個 很濃的異國情調 那個異國情調 它可能是來自我自己本身的一些 經驗 譬如說我看的 書信號的實際啊 像有些那種 帆船在那個 那樣子 這種東西 可是呢 我覺得說 譬如說我去了中國 我中的就是中國 那我去了譬如泰國 泰國 可是去香港 我覺得香港有一個 很激烈的感覺 它有部分是我非常熟悉的 可是呢 完全不一樣 就是 我絕對不認同說 台灣對香港是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那可是這種差異性呢 卻重新帶來 一個很溫暖的感覺 一種 很有覺得 其實我覺得香港 好像一種 非常極度風格化 非常有一點過度 濃撞厭厭的這種感覺 一種非常的 腰 腰意 那種 那種 那種意思 如果去過香港 可能可以有沒有那麼想 就 通過一個外理來看的話 香港是這樣的一種 非常 帶有異國情調的東西 可是又不是那麼的遙遠 嗯 我很喜歡香港 我不斷跟人家說 好喜歡香港 喜歡香港 可是事實上呢 我並沒有常去香港 每次呢 坐飛機 經過香港 想說 上菜去好 你先不要去 我就想到 然後香港其實很類似一個地方 叫做墾丁 黃金鎂 黃金鎂你知道墾丁嗎 墾丁 就是台灣南部一個 一個很不浩然的地方 那個地方我也常常去 可是呢 我沒有常常去 我也很喜歡 可是每次經過高雄 我就想說 下菜去好了啊 難怪不及啊 我覺得香港跟墾丁 有個類似的感覺 就是說 它都是我親愛的地方 可是呢 我不會說 覺得說它會消失掉 它永遠在那個地方 我剛剛自己也有個很輕盈感 覺得說我隨時要去都去了 所以說那我也不會說 大人 大人跑去 像我上個月去了 我也大人 我就拼命的吃甜點 吃那個人買東西 好像這個城市 我一人離開 我也拿交交交 就要爆炸去不見識 可是香港 香港就是一個 它怎麼在那個地方 我其實都可以聽到 吃不到 可以去了解它 知到它 也許大家存在 不會消失的 這樣那種感覺 我突然看感覺會不會太 很正常 那我再講講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我對香港的經驗是 最早的經驗是來自在學校的三郎朝鮮 我想大家都會有這種經驗 因為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只要是在台灣的華人 只要是華人的就是朝鮮 就可以來台灣念書 那在我們念書的時候 我認為朝鮮已經大了 尤其是這個珠海中學 他會來台下騎機器 幾乎整個都是一半以上的朝鮮 當時有些老師就實際有點不滿 他覺得說這些朝鮮 他比我們台灣的同學 有更高的落魁的方式 念念還大 他覺得評審 可是我覺得很好啦 朝鮮讓我能夠有個機會 接觸一些所有的外面的人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以前在那個年代 事實上也很豐密 我們也有幾個機會 接觸一些跟文化不一樣的 可是朝鮮的確實有機會 讓我們接觸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一種生活 那我發現朝鮮是 因為語言的關係 文化關係 在學校裡面 事實上是一點點的 舒服 他跟一般的同學 是有點點 比較不一樣 就跟他們有點 然後有點那個 就是這樣子 那剛好呢 我在學校是笨蛋的 那種是有點不好的 也是屬於那種背書 所以說我跟朝鮮 就非常的要好 那為什麼 我們就是 就好像在一起會 那我發現 我發現 我發現朝鮮很好 他們有一些 特點是跟我們同學不一樣 譬如說 考英文 我們就只要把那些課文背起來 他們說 他們覺得說 考英文不用準備啊 就是課漏子嘛 就是平時學的去 去解聽 那對我來說 我們就無法想像 英文不是要背嗎 那下午前面理工 我們去那個工程數學 我學姐不是那個 天文 天書 完全無悔 所以香港常常 他們的地學作 他們就有更種 比較集覺性的思考 去思考 那個所謂的 三五度 四五的空間 那個是科外長期的 有更種 變成那個 是怎麼看 完全無法理解 我覺得香港 跟台灣的學生有點 就是 這這方面是 等於是我一個 很大力的刺激 會不會也發現一些 香港學生的一些課 譬如說 我那個學生沒有過 體育課 體育課 我發現香港學生 好不太喜歡上體育課 那我又不太喜歡上 我們常常就是 躲在一起 比如說 體育就躲在房間 那你常常 不想去打球 打球 這樣子 嗯 還有我覺得說 我覺得香港 還有我發展的一點 就是蠻 我覺得 對我個人來說是一個蠻重要的 就是說 三港 朝鮮這一種 在我們那個時代共同文化 叫做 宿舍文化 宿舍文化 以前台大那個 南伊社 你知道那個 一個晚上 因為台大南伊社 其實就是三港朝鮮的天下 大家有 蠻多的 履歷的朝鮮 那到了晚上 大家都不睡著 那時候沒有網路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 要幹嘛 然後到了早上 一點鐘 大家就睡覺 嗯 當然啦 你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非常的廢重生 可是我覺得 在那個時代 三港的朝鮮 他們跟我們 其實是共享一種 屬於青春 一種 一種失落 一種 對於 一種不確定的一種東西 大家知道我們感覺嗎 就是說 嗯 這麼多朝鮮事實上 跟我們 有一種 我們分身是可以在一起的 我們都有過一段 最棒 最酷 最虛慢的青春 生活 雖然說 一定在宿舍裡面 這些混亂一次 嗯 其實這種混亂 混亂的東西 很多電影 西方電影都沒有描述 過 那是這種 嗯 嗯 無所事實 這個 這個性感大家就在宿舍裡面 把開口 可以開始上話 開始去那個 那以前 那今天是也過一段 很 蠻精彩 蠻有趣的 也蠻費的 嗯 嗯 另外我稍微講一下 嗯 香港 其實對我來說是非常羨慕的地方 因為 香港好像是整個 兩岸3D 最開放的 就是說 從歷史來說 台灣有戒嚴啊 大陸有什麼之類 可是香港卻是一個很開放的地方 他們可以 嗯 再講好了 譬如說 嗯 地理來說好 台灣幾乎沒有恐怖片 台灣恐怖片 是零 很多啊 大概有兩步啊 可是香港的話卻是一個 一整個恐怖片的傳統 那我們從小就看這些電影長大的 那 嗯 嗯 還可以長嗎 好 嗯 嗯 我講一下 其實在當時我們看上 香港電影的時候 我們覺得香港電影是很爛的 因為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娛樂片 都是一些黃金的東西 那相對來說 台灣電影是比較藝術性的 就是說 就是一個二分法 香港 就是 黃金 台灣人 都像是藝術 可是現在到幾乎 可是到幾乎 90年代呢 有一件事情就是 讓我們台灣的文章 自盡整個達到 就是說金馬獎 金馬獎 從那個 全民密拔開始 連續好幾年呢 都是香港電影啊 最佳大獎 台灣電影呢 新版本來的戰艺術呢 呃 群整個是不靈 一直到功夫 功夫得了金馬獎 我們整個都會瘋的 功夫是 周星馳那種卡 那種 喜劇片那種卡 排出來 可是得不到金馬獎 那我們 有些時候我們整個 台灣的人都 都已經整個崩潰 我先講到這一套 其實我覺得 我都有點會講一些 關於香港的策略 跟台湯隊伍化 之間的一些影響 不過我覺得黃金麵麵 都很精采 很精采 很精采 好 謝謝 謝謝戴牛柏老師 欸 掌聲啊 這明明在啟動 謝謝 這是因為很多人想要睡覺的午後 因為天氣真的太舒服了 然後這個環境也覺得 變得很舒服對不對 好 剛才戴牛柏老師在講的時候 我也想到 我還很年輕的時候 就是我還在念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想要去儲留鄉 來台灣有時候 如果年齡跟我差不多的朋友 或者比我長期的朋友 一定不會忘記 那些空屋一人的 終日晚間 對不對 所有的人不然是 吃喜酒的人啊 相親的人啊 反正總而言之 就到那個時間 所有的人全部煙消零散 通通衝回家去看儲留鄉 所以真的是 香港的隱拒 這個工業 對於台灣的影響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就算是我們也許 有時候覺得 某些道理的電影 並不入流等等之類的 但是不可否認 就算它不是那麼入流的電影 對於台灣的人 還是有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來 請到這位 香港的電影人 他絕對是香港的電影人 那現在也在層次於 紀錄片的拍攝 我們現在就請 何慶慧老師 來跟我們聊聊 謝謝 我聽到大家說 香港人 都很有趣 因為台灣人看的 可能跟我們香港 有不同的角度 我最記得 香港這個地方 其實是蠻有趣 它很小 但是人也不過 但是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 我最記得我 我進入這個電影工作的時候 就是電影人 在香港電影人很喜歡說 就是沒有事 是不可以做的 他們是很有想像力的 在香港 好像就是一起這樣 做一些好像很無聊 很無厘頭的電影 但是它是很受歡迎 很成功也可以 所以王趙薇拍電影 到時候拍的時候 大家覺得很奇怪 然後他慢慢就走出來 走到世界 所以 香港人的想像力 還有他的 其實是很有生命力 我這樣看 上個文學情報也是這樣的 其實 我就談一談我的 說的這個文學家紀錄片 的經驗 來說一說這個情報 其實這兩個 就是野心跟李一場 文學家紀錄片 我現在在做的 這個是很前衛的 因為這個是 核拍片 不是中港的核拍片 是台港的核拍片 其實這個電影 在2008年的時候 我跟野心開啟 這個想法 也是跟 我都很喜歡文學 但是也喜歡電影 我大學畢業以後 我大學畢業以後 就在這個 杜齊峰 跟 偉家會 道遠的公司工作 做他們的編輯 然後我一直在想電影 是不是可以幫助文學做點事情 這是跨媒體的東西能不能做 因為 譬如 我很喜歡電影的地方 就是電影有一種跨文化的力量 那些都是文學比較難的 譬如 我想看 一些外國的文學 我 我 沒有過多時間去學他們 國家的語言 譬如說 印度文學 你 如果 一定要靠這個翻譯 如果 我在看他的人本的時候 就是看這些印度的名記 我 文字的時候 我沒有感覺 但是電影就有這個力量 譬如 我們看印度電影的時候 他只要翻譯這個字幕 你就可以看得懂 因為這個 道遠 用他的電影語言 可以直接讓我們看到 我發現電影有這個力量 所以我就想 能不能 通過電影 可以把文學 帶到更遠 特別是香港的文學 是比較邊緣化的 我們能不能 通過電影 讓沒有看過 香港文學的人 如果 更大的野心 是 沒有 看了 不懂中國的人 看了這個電影 也會懂香港文學 也會懂香港文化 是怎麼回事 這是我們很想做 但是 找基金的時候 就很忙 因為我們做的時候 好像 大家都不知道 是什麼一回事 覺得太常規了 覺得沒有 適常 這回事 然後到了 2009年的時候 也是 發現他 他生病 就有一個 肺癢 就 cancel 然後這個時候 李雨昌已經過了90歲 我就想我能做什麼 我這個 晚輩 到時候我就 馬上就 先購買這些 攝影的 食材 我覺得 就馬上做一些 紀錄片 去把他們 紀錄上來 所以 就 先 別想這些基金問題 我們 什麼 放育問題 我先做出來 再選吧 這樣 所以 這樣就開啟了 結果 這兩個 紀錄片 到現在已經差不多 五年了 而且 走下來發現 比 想像中困難 那麼 首先 劉雨昌這個電影 我們 拿到一點 政府的 鼓作 但是 解決不得了 根本 怎麼說 後期的 費用也不夠 所以 所以 把我們的計劃 輸到 半個小時這樣 來做 也找了很多 當時候 這個 鼎南大學 很多學生來幫忙 但是做完以後 我覺得還是 不滿意 所以 沒有放贏 我覺得 如果做得 不夠好 就 不用放了 所以 後來 我們 在 找基金之後 就 得到 他們在 寫著 我的計劃 支持 所以 我們 最後 只保留他 我想 不夠 十分之一 然後 劉雨昌 先生 也很 合作 他九十多歲 他也願意重新拍過 所以 整個電影戲 在做一篇 劉雨昌 私學院 我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 劉雨昌 比較多人知道 就是 他跟 藍朝偉的關係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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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拍這個 這個 花樣 年華 20 西六的時候 很多都是 參考了 劉雨昌 先生的 過去 來 發揮 劉雨昌 他是 上海人 其實 他是 在 30到40年代 這個 所謂 上海 摩登的時候 在哪裡成長的 所以 結束很多 現代主義 什麼新感覺派 也影響了 王少偉 的電影 他是 在 上海 新約翰大學 畢業 St Johnson 這個 大學 張愛玲也練過 但是 張愛玲 其實 他們都是 差不多年級的人 在上海 也碰過 但是 張愛玲 大家都知道 他成名的很早 18歲 就成名 在 李雨昌是 大季晚成 他是 年級很大以後才成名的 他是 19 18年的時候 因為 政治 的情況 然後 到了 香港 他 當時 對香港 很多不滿意 覺得很多 生涯化的情況 他 跟一些 他當時做一些 編輯 然後 他也是一個 過世很 長烈的人 然後 他 當時 跟老闆 吵詐 因為 他說 他只會 抗爭一些 現代主義的文學 然後 他就 跟老闆 吵詐以後 找到 這個新馬 當時叫新馬 這是現代的新加坡 然後 然後 他做了很多 包廣 編輯 啊 後來 他的 這 紀錄也不太好 所以他 怎麼說呢 好像 比整個文化宣 排 排氣了 到時候的感覺 最不如意的時候呢 他就遇到他的太太了 他的太太就是一個 跳舞的人 到時候他們這種 遊藝人 我們叫做 這些表演啊 群回表演啊 這些人的人 他拍照式 然後 劉伊斯店長他也是 也不知道 能 能 到 新加坡多長時間 因為他們的 合約都是很短的 什麼三個月啊 這樣的 所以他不知道自己 什麼時候走 他們不會住在酒店 然後他們就住在一些 apartment 一些公寓 他們 上次的地方 就是在 一個公寓 他們住在對面 然後 你會發現很多 很多 王照會後來的 電影裡面 的影子啊 都是跟他們的愛情故事 很有關聯的 嗯 然後他們的 最後就 啊 然後香港 就 結婚 他太太那 就 劉太太就 結婚以後那 就 全心去 照顧劉先生 然後 劉先生 就 可以 真心寫 寫這個小說 他1962年 就寫了 長篇小說 九圖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第一部 華文依西林 長篇小說 嗯 當時候呢 他其實已經 七十多歲了 所以 雖然他是 張愛玲 同代人 但是他的層面 是比較 比較晚的 嗯 特別我們看到 他的愛情 對文學家 很 很重要啊 所以 嗯 但是 劉里昌 他是用什麼方法來 來生存呢 在香港這個生涯化的 城市 他是真的靠水 做來生活的人 他就用一種精神分裂的方法來生存 走過精神分裂的方法呢 就是他 他說文學有兩種的 這個是他自己定的其實 他說有兩種 一種叫做生液文學 就是來賺錢的 一種叫做 嚴肅文學 這是義群文 然後他就 精神分裂這樣去做 就是 他一天可以寫 十三個 來生活 然後 他用他的稿費 來 擁人 他的雜人 然後他 用他 詩人的時間去搞 其實很多他的 嚴肅文學呢 我們後來發現是 先在 在報章上面 看燈 到時候因為寫得很 很 很快的 你可以想像一天寫十三個 真的 然後 所以寫得很快 然後他 最厲害的地方其實是修改 他把一些 在報章上面 看燈的 連載 然後修改 大量的修改 然後就 變成一個 耶穌文學來出版這樣 所以他 他的文學裡面呢 其實他說的 我們 後來發現其實是 亞術共享的 因為他寫的時候 本來是很生意的 因為他要在 包章上面看燈 這也是 也可以看到 香港文學的 一個特色 嗯 也是 也是 那是一個什麼人呢 嗯 也是 就是 香港第一代版圖作家 我們叫做 呃 他是 呃 跟 呃 呃 呃 也是 呃 到報館 拿稿費的時候 呃 報館裡面的人 不給錢他 他說你 怎麼小的一個學生 怎麼可能 呃 能能能能能寫到 這樣的稿 所以不給錢 他說他是 呃 呃 呃 然後 呃 劉宇昌走出來說 他是真的給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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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发现问题很大,因为他的世界原来是很大的。 这个人经常去问一个问题,这是香港文学能走多远呢? 他过西的时候,他离西的时候,他的违缘是希望带着香港走去世界。 这个人一生就是把香港文学到处走,希望把香港文学推广出去。 所以我们拍的时候就发现问题很大,因为我们的基金需要很多, 因为他去过的地方很多,他的文学就是有一种旅游成分的, 也跟不同的地方有关联,所以难道非常大。 我们跟他去过上海,然后他人生最后一起旅游去卫视。 当时苏比西大学给他一个荣誉博士, 这个是对香港文学一个很大的肯定。 所以他去的时候,我是鸡飞去跟他去很贵的一个旅游。 然后我就,但是这个就是他人生最后一起旅游。 我们就跟着他去拍。 然后有一个小的故事就是他,因为大家都知道瑞士就是这个学生。 然后我们,因为他生病,他不能去太久。 医生给他七天的标,所以他不能读太长时间。 然后我们计划最后一天呢,要到这个学生上面做访问。 然后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天上都是会试的。 所有天气报告都说一定会刹大雨的。 然后我们就想,还不要去呢? 但是也是很过关的人,他说去吧,去了再算吧,如果刹大雨就回头吧。 然后我们就受他感言,所以早上就出发了。 其实,我们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很远的。 从我们租的地方,要坐车,到另外一个区域,然后再坐船, 然后再登山雪山,要来回,要六个小时。 但是我们雨山也没有带到时候,也带着生息财啊,也是也有病。 但是很幸运,真的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遇到大雨。 只是我们到了雪山,在餐厅的时候才刹了雨。 但刹了雨以后呢,这个雪山上面正好看, 因为它的云变花好大。 所以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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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出来,也很有意思。 这是看到,也是这个人是很,很落望的一个,一个人。 我们,我们,我们,他总是用一个原动力一样。 但是他2013年的时候,就离开了。 我们到时候没有准备。 因为他是很有生病历,我们想不到,还以为他,他已经好了,他的病。 因为他是很有生命力的 他2013年医院的时候离开 但是2012年这一年他出发了十分之后 他有病他还要到领兰大学上课 他住在铜锣湾 这是来回要一个小时 从铜锣湾到铜锣 然后他还要到领兰大学上课 因为他住在铜锣湾也要看医生 所以他要这样来往 他最后一年还要这样生活 还要写《倦兰》 他当时还有《倦兰》的节 我不知道他时间怎么分配这个人 他总是很有生命力 所以我们都没有想到他走得这么快 他离开的时候 我就最后一次在医院看他的时候 我就答应他一定会把这个电影完成 会放营的 最后就很幸运就 但是在香港其实找不到制作 最后是在台湾才找到支持 后来我发现原来也是他第一本创作的书 也是在台湾出版的 所以他跟台湾原来是很多缘分 他第一本书出版的是在台湾出版 他离开以后 他的纪录片也是台湾支持的 这个电影后来就有 很多人知道这个消失以后也来支持 比如说光本良 就是他跟王兆为很多合作的摄影师 一代初师他也有做摄影的 他也帮忙参与这个新的纪录片 还有孔孔城他们也参与这些音乐 就是把我们的纪录片做的跟随便 后来很多人都来帮忙 这个也是很感动的一个事情 我这样看就是 上反的情况就是 我们都是环节很差的 但是大家都是非常有一个抗争的阵诚 所以刘宇昌的手说 其实最年轻的现在受影响的 有一个叫做周永康 不是大陆这个 是香港的周永康 他是雨山运动的一个领导 因为他是在香港大学内比较文学 他说他受到游里昌这种抗云的精神影响的 所以香港人其实是 香港的文学在这种不太好的环境 其实他一起生活安全走下去 所以香港文学其实有他的生命力 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带了两个预告片 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个也是第一次翻译的 有以昌有两个trader 两个版本的不一样的 然后也是也有一个版本的 比较长的三分钟也是这个 有以昌有两个每一个一分钟 就很高兴 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天天是一万一左右 我爸爸也会有一个人 我的爸爸也会有一个人 自己叫做一个非常开心的 我爸爸也会有一个人 跟我的爸爸也有一个人 谢谢你 爸爸也会有一个人 这么多人 爱着弟弟 我爸爸也会有一个人 那我就是負責挑現當夢 那我一開始 我的未曾分開過 想死少少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而是實際在城市行走 尤其是見到日本的東西 擺出一些感觸 那我看著我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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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迢井 李宗盛 肯定爸爸自己一個人在這裏 歌曲程中指財 我們感謝黃金穎老師 他們為我們播放的 是第一次播放的約高片 我們覺得非常榮幸 今天能夠置身在這裡 感染到兩位文學家他們的聲音 同時也感受到這樣一位 不屈不撓的電影工作者 雖然沒有經費 還是要把這樣的電影給完成了那種熱情 我們再一次又給掌聲鼓勵 聽完了三位老師 最初對於自己跟香港之間的關係 或是香港印象的發言 其實我剛才在聽黃金慧老師 談他怎麼樣拍攝這兩位文學家的 心目歷程的時候 我也想到了我自己跟香港的一段經歷 那這個經歷呢是 我覺得朱兒可能也會有感受 但是我那時候剛到香港1997年去香港 1995年第一次去香港去住的時候 就有機會幫香港的報紙寫稿子 那他們那時候就很不好意思跟我提出說 因為可能香港的留者對於你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付你很高的稿費 希望你可以理解 你如果在我們報紙寫作的話呢 一個字是兩塊錢 那那時候我在台灣的報紙寫作的時候 我在台灣的知名度 當然比在香港好很多 所以是一塊五 但是你知道一塊五是海幣喔 他說的兩塊錢是港幣 然後我就在那愣了很久 我問這是真的嗎 有那種感覺說 你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領域 整個人不知如何是 然後考慮了很久的時候我想說 就算我答應了也沒什麼損失嗎 然後我就說好我幫你們寫稿 所以後來我聽說像香港有一些作家 他們是同時一天可以寫四到五個專欄的 每個專欄大概五百字 每一天喔 每一天喔 那所以他們是就是長年都住在Hotel裡面 因為住在Hotel是很舒服的就是 你完全不用打理你的任何 生活情緒對人們都那麼好好的嘛 我想說哇天啊 在台灣有沒有可能有作家可以 長年住在Hotel裡面寫作喔 可是我換算一下他們的稿費 就覺得說確實沒錯 他們是有這樣子的經濟能力可以住在那裡 所以我又想說其實在某些方面 香港雖然是一個跟台灣比起來 更加也許更加現實 更加經濟掛帥的一個城市或是地方 但是對於創意這件事 或者是對於寫作這件事情很奇妙的 好像香港有給予特別多的優惠 住人有這樣的經歷嗎 我們有這麼高的價錢嗎 對 但是很奇怪的確 在等我問問我一看君老師說的 就是好像大家都說 沈老師文化沙漠啊 然後大家都不讀書 其實是不是有啊 而且還是我們這樣的人 還是有一些市場價值耶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入 我們接下來進入第二個階段 就是要請三位老師 就剛才聽到的彼此的發言 來做一些回應或者是教員 我們還是請周二老師先開始 黃金輝導演的這個片子 雖然只是一點 真的是看得好慘喔 要繼續看下去 我想補充一點就是說 很深的感觸就是說 香港如果跟台北有什麼最大的不同 不知道不是食物 有什麼東西都很精采 那我覺得就是說 平心而略 香港的這種邏輯的這種 我們就多元的 還有這個邏輯文化 邏輯城市的這樣的一個背景 這樣的已經造成它 獨特的一個 就是契有本土的色彩 但是又充滿了這個 這個怪物的這樣的一個文化 然後融合成一個 很特殊的一個性格 這個是比較少有的 我們也是跟台北有相大的不同 台北在我的感覺裡頭 我問一下它 為什麼比較多元性沒有那麼高 但是好處就說不一樣 另外 那方面可能就沒有的 比如說香港這樣的海 這樣的怎麼怪它 什麼樣的確信 什麼樣的表現 都會有 我們看劉衛城先生 跟葉思老師 我想就是一個 我們看到的一個 例證 就是有一個 大江南美無四海 世界各國人 在這裡 在這個自營的地方 種植出很精彩的火花 所以 要可以 我先補充這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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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我想要講一下 香港人跟台灣人之間 那種很親密的關係 因為說 其實雖然說 雖然說 山港是一個 畫商 畫商 那不是山港 可是實際上 山港電台的影響 非常亮的 亮的 就是在電影方面 我剛剛提到說 我目前看一些 山港電 覺得他們很 商業很淡 可是呢 在這個世代 山港電台變成 非常亮的 去融化 因為 我們有一個東西叫做 龍翔電影 大家知道嗎 龍翔電影 那這個電影台就是不代表 重播那個山港那邊 就是整個山港黃金時期 我覺得龍翔電影台 可以簡直到一個龍翔世代 就是說整個 我們這個世代文化的一個 的一個世代 龍翔電影台呢 它 就是把整個 雖然我們旁邊這些電影 都要重播 都要重播 嗯 台灣人 非常亮示範這些電影 我要怎麼證明 我證明 它已經融入我們文化當中了 這些電影 事實上都是以前 巴黎年代表 反正經歷我們的世代 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呢 大家知道什麼叫做 三重流的德華 那是那個什麼 那是什麼 嗯 百變激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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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三重流的德華 到現在還在我們文化當中 尤其是現在的 本書世代 PTT世代 不算在用這個東西 譬如說 嗯 永和的張孝泉 大家知道一些嗎 那個 巨鋼 就是這個 在我們的文化當中 已經被一個 更新帝國的東西了 就是說 台灣人對於香港這種 電影的自由化 接觸度非常非常高 可以說 這兩方面 有個當奇毛交易 還有就是說 我們大家知道什麼是 小強的 小強 他其實有什麼 他們會換工具給 秋香 林鄒欽 其他人的小強 小強現在我們也不會 不會說蟑螂 我們不是說小強的代替 還有就是那個什麼 洋蔥 洋蔥 洋蔥現在很普普遍的 很多人都會說有洋蔥 有洋蔥 有洋蔥是什麼地方 大家記得嗎 那個 那個 食神 食神 他吃那個什麼 然後苦 有洋蔥 這三句話 然後變成我們現在台灣 只要是 拿到學到哭泣 或者是說看到了什麼 悲情的地方 就是說 有洋蔥 有洋蔥 還有就是 湘蔥 湘蔥 大家不知道什麼是湘蔥 湘蔥實際上也是 來自香港的 審死官 什麼審死官 中文叫什麼 審死官中文 中文 周興旗 打官司 第 維瑞手機關 裡面 像說 什麼湘蔥啊 不是來看任 從此以後 只要新的網路上面 大家在那邊看任 大家在那邊 就變湘蔥 就是說 發現香港人跟湘蔥 真的有種 非常期望 一種文化交流 這跟 這是一種 建立在彼此 差異的 身上 我們都有點差異 可是又有點 類似這種東西 彼此互相去欣賞 譬如說我的朋友啊 他就很喜歡來台灣 看來台灣 你跟他說 他有什麼好 他就覺得很好啊 我 可是我長久住台灣 我就不覺得他有什麼好 他去過一些地方 我根本沒有去過 那我跟他說 香港很好 說香港是比較好 是這麼大一點 可是我覺得香港 我也很吵 我覺得香港是很好的地方 我想這種 差異性 是讓我們這兩個 國家的人 彼此會喜歡 哪種 哪種東西 但我覺得差異性 很好的東西 我很希望說 台灣有女生 拍藝術片 然後吃飯能量 可以講 這樣子 那香港就變得 發揮他那個 香港電影的特色 讓這兩個地方那種 保留的那種特色 我覺得這樣彼此 一種互相欣賞 互相感動 一種感覺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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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是6个小时的这个人 因为有些时间太大 我们去的地方已经很多 但其实还有德国啊 法国啊 日本啊 他还有一段时间在这个东口啊 所以我们其实拍到一部分 他世界实在太大 而且这些纪录片其实很难做 我们学家的纪录片跟我们做剧情片很不一样 因为我不是拍纪录片 以下我是做这些剧情片 所以我的想法很可能跟传统的纪录片不一样 所以特别是我们学家的纪录片 比方的纪录片可能也更难做 他也是这个纪录片 我们我在想 因为我也是编辑 跟我们拍电影不一样 还有拍剧情片 我们有剧本写好 然后演员来练 但是纪录片不是他们会说完以后 我们可能控制他们的 所以很不容易做 然后我后来终于发现 为什么也是这个人这么复杂 这个人原来跟他怎么说 他只为一个人可以走到世界这么大的心愿 他离开的时候只是六七三岁 我们经常说是他一个人做了三辈子做的事情 我们经常说 他的出版也很多 其实他是全机做家务的工作 就是说我们怎么生存呢 在香港不可以做一个全机作家 因为很难生存 要不你就好像刘雨昌一样 这是精神分裂的一种全机作家 然后也是他是要从家务做研究来赚钱 可以讲说全机他是一个家务 但是他怕他那个时间才可以做国家 但是他 他怎么说呢 他就是有一种很大的生命力 来借齐下去 我觉得这个人很复杂 而且他的朋友很多 我最值得他离开以后 然后在这个商务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说他们在他离开之前的一个星期 也跟他有任务 我不知道他怎么可能可以保 他的时间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很夸张这个人 他可以不断跟很多人联系 所以他离开的时候 我们也做了一个很厉害的事情 就是 他离开的时候 在他的film出版了一本书 这本书 差不多100个名人 可以这样说 有学姐 有依序在各方面的 然后他们都很快写一个 然后他们也找到一个印刷的出版 可以通宣帮他们印刷出来 最后一个星期 可以出版了100多个人的文章 里面有中文的、英文的 也有交对象 不可思议 但是他的朋友真的很多 我不知道他的时间是什么 这个也可以看到 就是 怎么说 香港一种情况 就是很忙 很紧张的状况 但是我只有基督科 后来就找到 就是他的儿子 告诉了我 一个他童年的秘密 这种秘密 我公开来说 这个 但是 这个是他生命 一个很重要的 好像拼图 你终于知道这个 为什么 我也会这样 我就发现 这些基督片很难受 这是我们 不可以 不是你构想 这个是一个真的人 然后你需要慢慢去发现 怎么把这个人的事 找出来 这个是很大的天见 对我 所以我 我跟也是也很熟 但是 在这个基督片里面 你慢慢发现一些 自己也不知道的事情 要把这个人的人生 怎么去表现出来 所以是 几乎片 我觉得 比这个剧情片 难受很多 好 谢谢金派老师 这个 影片里头 有把秘密公布吗 片里面会有 会有 而且大家 跟我有两张 秘密到底是什么 这些表演厉害的地方 他留了一首 然后你要到电影里面去看 你才会知道 那个你很想知道的秘密 到底是什么 好 我想要先做一个极其的调查 请问今天在座 本身就是香港人的 香港朋友请举手 自己就是香港人 有没有请举手 OK 好 请放下 好 虽然 刚刚我们都在讲说 香港跟台湾有这么多地方 是那么的近似 而且香港跟台湾 其实应该感觉也很近 但是我还是觉得 其实在台湾 大家不见得 真的对香港那么理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亲身经验呢 那是因为 在去年的 香港的雨伞运动的时候 其实台湾很多媒体 都在做相关的报道 几乎每一天 我们都有在新闻台 或者在相关的台 看到很多类似相关的报道 但是有一天晚上 我因为还没睡 我准备要睡了 我就坐下来 一边吃东西 一边看了一段 关于香港的雨伞运动的报道 他们就去访问了 据说是专家 就是研究相关的专家 就问他说 那上街示威就示威 为什么要打雨伞 就专家就说 根据我的了解 是因为这样的 因为当时香港天气不太稳定 常常下雨 所以香港人呢 为了快点淋雨 所以就带着雨伞上街 所以就要有雨伞的运动 那我听到这 我就有一种觉得 无法再忍受的感觉 那一段时间 我正好自己在大陆 中国强国 那就出版了一系列的新书 是准备要出发去中国 做新书的宣传 那一天晚上我就失眠了 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写一篇文章 告诉大家 到底那个雨伞运动 是怎么一回事 比如我曾经在香港工作 和生活过 以及我对于相当 无与无比的热情 一定要做这件事 那时候我也很清楚的知道 只要我做了这件事情 这篇文章就带他出 他对我未来的大陆之行 强迫之行 必然会产生影响 我自己是不是所谓 我去不去没关系 可是那边对方的出版社 已经做好了 全面的接待准备 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子 所以我真的就失眠了 后来 因为刚好那时候 那个《苹果日报》 说我腰报 就是腰 我写这个跟有关 然后我后面看那个报导 我就觉得痛苦挣扎 那就是这样的挣扎 最挣扎的一页 第二天醒来之后 我就决定要把它写出来 然后我自己的讲法是 我并没有善情 我也没有善动任何行 我只告诉台湾的人说 到底为什么 香港人必须走上街头 为什么他们不惧怕胡搅水 不惧怕任何的危险 要走出来告诉大家 香港人是什么 香港人要什么 我就是这样写这样的一篇文章而已 过了大概三四天吧 我就接到了对岸的 那个出版社的通知 就是说他们强迫当局 认为张冠军目前不太适合去中国大陆 然后我就说 不是 我觉得我特别适合啊 然后就说 他们就说 因为有一些非常优维而尴尬的原因 所以呢 就暂时还是不太适合 然后我就在那愣了很久之后 啊 所以这意思就说 我被封杀了吗 然后我的朋友说 对 就是封杀你 但是也很好清楚 好 被封杀 好 被封杀了 终于有一天被封杀了 然后后来事过境迁之后 我当然就失去了 为那一系列的数据做宣传的机会 当然对方的数码下 也会觉得非常的残念 但是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 我有朋友问我说 你会不会哄了 如果这件事情重来一次 你会不会选择更低调一点 不要做这件事 但是我真的很仔细认真地想过之后 我的想法就是说 被封杀一次 下次万一发生这种事情 我还是会做 被封杀一辈子 也无所谓 因为有的时候 你就是会爱一个地方 爱一个地方的人 爱到超乎你的想像 我想或者是我 我觉得可能在座的很多朋友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你也会这么做 就像一些很多香港朋友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们也会愿意为台湾这么做 是一样的 好 很亲情吗 我觉得她是太精神了 我觉得她是太精神了 谢谢 谢谢 邰娟老师主席 邰娟老师主席 邰娟老师听了她 我忍不住 她说出来 我也是六二岁 非常有情绪的经验 之前我几天文章 也选入香港的国文课本里头 或是邰娟老师的教材等等 最近有一次 或者去年有的经验 让我觉得相当难受 就是说 生意的创作者 我虽然没有在 就是说 像安德老师这样说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要打压 但是我感受到说 那样的一个 整个自由跟委 明确已经也 已经包围到我身上了 就是我写一篇文章 在想 叫做丁丁一二零 就是想香港的电车 大家都知道 像老我们不想电车 我们是说丁丁的 然后里面有一家最老的 就是暂停留到现在 很特别 什么都是木头 什么是用木的 还有一种黄黄的车灯 那是编号一二零 我有写过一篇 刚刚刚讲到香港的这个 就是说 电车的香港文化很特别的 很特殊的一部分 这里头我用了很多 因为我太喜欢广东话 所以我用了很多 就对台 或是说里面的就是 夹杂的广东话 但基本上还是用中文的 这个语法寄出来的 这个文章 被牛津大学 曾经出版社选定去 之后 然后送到香港的 这个教育单位去 结果就 官员就有意见了 他们说这一天 我们就不太适合 但是他们又 讲不出理由来 所以就发回重审 让那个选这个课的老师 还有这个牛津大学的编辑 就说 你们太有办法 就不太合适 但是他们没有说为什么 所以这个 这个选这个文章的老师 就来跟我商量说 我可以改一下 通常我们想遇到这种 你知道吗 我们知道 我小漫村老师也会同意 一定是老师说 不选就不选 真的搞不起 对 这个 这个本人 阿姨我绝对不改的 但是我觉得说 因为这个选课的这个 参与编选的 我原本这个老师 我非常感动 他对我非常好 然后经常跟学生 然后来听我演讲 就是说 就是我觉得他是非常有心的 那我觉得就是说 那个不要辜负他这样的好意 而且我也想测试一下说 是不是我来自攻一下 我来自己自我掩割一下 然后我就知道说 他们是在 到底我这个文章哪里出了问题 所以我就把里头 有关于 就是说用广东英语写的 那个部分 那个删了 其实没有很多 就是有些对话 都可以试图用广东的口语来写 删了以后 诶 真的 就过关了 所以这个文章 现在在这个 就是说 就是删解 就是把广东画的部分删解之后 所以他就是课本了 原来他说的不适合 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让我觉得 非常的痛心难过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小事情 就是反映了就是说 香港的这个当局 他对于这种广东画的一看法 这个到后来 我刚才知道 就说 就牵涉到前几年 就是说 这个中国政府这样子 就对于广东 特别是广东的语文 就是说 希望他不要有点怪话 至少都是教材 就是说 尽量减少这样的一个 就是广东画 广东文字的这样的出现 所以香港政府的官员 不知道他们是受到什么命令 还是他们自己 就自动的这个自我 就 就 怎么说 就 就 自己 总之结果就是这样子 就是 就是 我用这个亲身的例子 就来说明就是说 自由的空间是怎么减少的 有时候就是这样 有时候不见得是一个政治立场 就是这么简单 他不让你讲台语 也不让你讲广东话 就是这样子 就是讲到这样的例子 好 谢谢朱儿老师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跟香港朋友聊天 有时候还蛮节气 我问你很气的什么的 因为香港人都是一种 非常锐利 非常准确 乃至于有点尖算刻薄 可是那个尖算刻薄 让你觉得好开心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台湾人是比较客气 我们就说繁体字 减体字 对不对 香港人怎么说 什么称呼减体字 他说残体字 所以 你有时候心里高兴的时候 看一看就 呵呵呵 就有一种 很开心的感觉 就在心里面 按了一个滋汗 这样子 好我想再请问一下 邓同博老师 还有我们今后老师 有什么要补充 或没有我们就要开放 给现场的听众朋友了 有什么要补充 开放吗 好 那我们现在还剩下 25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在台下的各位 如果对于今天 三位老师所谈到的 有任何呢 想要再继续了解 或者是有不同意见 为什么都可以提出来 因为刚刚黄导演 有点口音的关系 所以听得很痴病 不过刚刚拍了孔孟片 真的很感动 就拍得好美 就真的很惨 很想看下去 那其实我想过 你现在是不是在传播呢 就跟说在主流老师 要回台湾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谢谢你孔孟挑的 董卷 主流老师如果回到台湾 可以继续有更多的书写 那其实刚刚你讲到一期的话 你说香港可能再过去 可能就一天一天的死亡了 那现在台湾 现在的方向看起来 我们跟过去很多比起来 都有一点点在改变 那包括我们整个外在的环境 都受到一些浮夺 所以汙染的空气也变得浓测 那还有一个就是 真的国际的政治局势 所以在台湾目前 现在感觉也有些的压缩 也有很多努力在抗争 所以我周遭朋友讲 说我们台湾的 整个国运的气数 已经走到膝盖一下了 不知道这种事情怎么看 那其实我们已经中年了 其实可能国家的密宿 还没死绝之前 可能我就先死了 所以我的压力还是最大 只是想说 如果我们有孩子 有学生 或者是有后继 我们要怎么样鼓励谈 那我在最后一个问题 要问一下 唐大林先生 你刚刚讲到说 香港有恐怖片的传统 那台湾恐怖片是0 怎么你觉得恐怖片很重要吗 那我们讲一个 日本跟太多恐怖片 都很多也很恐怖 台湾人其实很爱讲的故事 也要看鬼片 可是为什么呢 你的观察呢 你觉得为什么 我们没有恐怖片 那我们是应该要来发展吗 以上谢谢 好我们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问 根据她提问的顺序 还是有些讲到 关于王晋慧老师 王晋慧老师 是香港的国语嘛 其实我自己个人的感受 是我觉得国语不是最好听的 广东话也不是最好听的 最好听的就是广东国语 因为我 因为我曾经跟一个相同 人谈过恋爱的关系 所以我就会觉得 哇最好听的就是这种 因为你一半听懂了 一半没听懂 所以你一半懂了 一半要猜 你知道在爱情里面 最棒的就是这个 就是你一半懂了 你一半还在猜 所以这种新鲜感 就可以保持很久了 希望这样王晋慧老师 不会介意 好 那接下来就请问朱尔老师 但是我们对我们有问题 是跟台湾有关的 我要补充一下 我说的 刚才我之前发言讲的 香港已死 我说一点点在死亡 但这个死亡绝对不是一个 这是一个冲通性的说法 正是因为死亡 所以人可以支撑死地而后生 也许大家就体认到 原来政治是这样的该死 所以文化是这样的 应该才更有趣 更活泼 所以我觉得我这样 我算是在香港住这么久 所以我每年都要回台湾 大概七八趟 就是说经常不来 而且南京这么近 我一点都不觉得 我觉得每次回到台湾 愿许到小的地方 愿许去开台北 我愿看到台湾的生命 很难力 所以我想这一点 还平常这几年 也非常有冷深的感触 我的朋友早年 他们看到台湾 他们都说 基本上他们就一个字来形容 梅荣 不知道怎么解 娘 娘娘的那个娘字 意思就是 比较土 比较福 香港的話認為有時候對於台灣的想法 也有一個印象 但是這些年就是例化很多 當然一方面有香港的價值觀 對於生活應該是怎麼樣的 生活不再只是買樓 不只是付款 或者是出國旅遊 就是生活有很多別的 還有精神的面向 但這點上其實香港這幾年 是好有台灣看的 所以香港對於台灣 這幾年的觀感 早就不大不是女人夢 而是 當然也不至於行 行就是偶隱 就是很有很Static 比如說像黃金麥導演 這樣的風格 我是剛才在旁邊提過 香港其實很有風格 很鮮明的地方 但是台灣的這種 一種有很多的特質 那我跟我覺得就是說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環境的生活 我也是覺得說 只要我跟香港看 你講他們的這個 他們都非常同意 真的是 像你跟台灣來 你知道生活 這是怎麼樣 是一回事 而不是說這樣子 像吃吃喝喝 或是去旅遊 或是 好像有些什麼 對生活跟生活中間 很大的一個空間 很大的一個余地 讓你可以去 這裡面你可以寄託自我 所以我想 什麼技術一進 這是一個非常公平 非常殘忍 以及非常政治性愚蠢的說法 我覺得這個 我們好像才剛開始 就是說 在我們終於知道說 生活應該怎麼樣 生命應該怎麼樣 一直是一直去想 真的 甚至是去想共同的時候 我們其實還有很大的 很大的 這個 未來 很大的 遊樂場 還在那裡 所以 這點我當然是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我要回來 將會跟大家一起玩樂 謝謝朱爾老師 我也非常期待 朱爾老師 從香港 再度移民回到台灣 我相信回到台灣之後 我們就可以品賞更多更有趣的 跟飲食 還有跟生活相關的文章 那接下來 我們就要來請 但朱爾老師 來跟大家聊聊 關於恐怖片 因為他寫過那一本書 叫做 《約會不看恐怖電影不酷》 所以感覺好像 只要有約會 就要有恐怖感這樣 那一位 但朱爾老師的姓氏 比較特別 他姓朵 所以大家有時候會 不太記得他的名字 我們有一個方式 就是剛才他不是提到 他非常愛吃蛋糖嗎 你只要記得蛋糖嗎 蛋糖牛 我們就會記得 我們現在就請蛋糖魔 蛋糖魔老師 來回覆一下 到底這位的問題 關於恐怖片的問題 台灣恐怖片 為什麼沒有恐怖片 因為我沒有那個位置 我沒有那個恐怖片的位置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有這種電影法 電影法規定 因為他們會寫上 互相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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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外遇亂神的電影 會對三姐妹的性命 台灣其實 其實有過一問 有一問 那個恐怖片 叫姚鳳凡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就是 他就是 那樣原生的 從台灣的本土 的文化中 自己去發明 又會有奇效 這大概是台灣唯一 比較 可以算是恐怖片導演 可是姚鳳凡 他到後來 它的那個電影是被所謂的有關單位剪刪剪等等 這個作品不是很好講 那我想鋒片是一個很鋒片的現象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整個電影市場上 無端有鋒片出現 儘管裡面有發現 你去看那那個市場量大 不但有退出事情前再出現 因為很鋒片就像我們做如梢飛車一樣 我們這樣子很恐懼這樣溜滑下來 被嚇掉死 然後我們覺得我們的感情被吃到 我覺得也比較快 我想大家想看恐懼 就是建議在這種情感的釋放上面 然後我稍微研究一下 你越是生活匮乏的地區 恐怖片的要求就越大 像東南亞 像東南亞它會有恐怖片非常的發達 因為當你生活匮乏成 你就不需要一些迷信 迷信是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說東南亞甚至美國 美國他們是恐懼建立在 能對於環境的恐懼 那美國生活很痛苦 因為很需要恐怖片 歐洲恐懼也比較藝術 台灣呢 台灣其實也有很多恐懼的人 因為恐懼太多太多 可是我們有一個傳統 我們不像香港 香港我覺得很明顯 香港很明顯 香港很明顯 很明顯 很明顯 我小時候看著陰陽錄 被嚇掉死 就是那種 就是長生在你周遭的一些 一些那種恐懼那種 什麼 玩我命來我死的好恐懼那種東西 所以說香港一直有 我們都其實是看香港的 變大大 覺得說那邊是有經常的經營 那稍後來說 大陸其實也跟以前台灣一樣 也是一種就是說 不能夠有鬼 就不能夠有人變成鬼 可是呢 可以接受紅仙 紅仙 那不是會 紅仙不行 所以說其實羅文在大陸 就變成了紅仙 紅仙 就沒有那種鬼 我覺得 這跟文化都有關係 當然 應該就是 不覺得 比較沒有明顯這種觀念 可是台灣跟香港 都非常的明顯 可是台灣就是會有一個 文化 有一個見識在一個大一個現實 但我們沒有辦法 發展出這樣的文化出來 那其實事實上 台灣有些導演 因為你拍的是恐怖片 可是我看了之後 我覺得說 這也是一種東西 像我品就在模仿 西方恐怖片的模式 它那個 它是比較沒有內容 或是沒有面目 沒有那個傳統 沒有那個文化 沒有一輩子在 所以說呢 我相信下一個世代 就是下一個世代 就是所謂的龍仙電影的世代 他們肯定拍出現 你知道 你知道 就是說 真是從我們的主意上 生出來叫恐怖片 因為他們有概念 而且他們有生活在這個主意上 他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會恐懼去上 所以說恐怖片 我們是期待下一代 那上一代 就算 你知道 有回答問題嗎 謝謝 好 謝謝 鄧桃博老師 所以根據鄧桃博老師說法 其實恐怖片 是跟想像力 還有自由度有關係 對 台灣可能在前些時候 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土壤 所以我們寄 我們寄 我們的希望 我們下一代 希望下一代可以 培養出這樣的導演 培養出這樣的 台灣人的恐怖片 好 來 我們在座的朋友 沒有問題 來 那邊有一位 我是來自台大使科索的同學 那 我去過香港 那我對香港 他在食物 就是那份藝術生活的靈魂 感到 滿敬佩的 那我剛剛聽到 曼博老師講 他對於面對對岸 跟雨傘之間的掙扎 其實我真的很有感受 因為我去過香港 也過了港部鐵路去了廣州 那感覺到深刻的感覺到 在一線之格之下 在香港機場可以去講 領導人的棒掛 那可是在廣州這個老城市上面 其實是相當的傳統 那我覺得 我希望老師的書 可以在對岸方正 因為我在《愛一個人》裡面 有一個文章叫做《愛上自由》 那我覺得老師的文學裡面 出版的自由 那我覺得那是對岸那邊 很需要去做的自我認真 謝謝 其實我是很好奇 那個黃建輝老師 因為你剛剛提到 就是你的紀錄片 其實拍的是香港 當地的文學家 可是得到的製作的支持 是來自台灣 那我不曉得 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 可不可以請你稍微解釋一下 謝謝 香港就是在整個 所以說 華文圈裡面好像很邊緣 所以說 立體他們覺得 北京才是標準 剛才老黑朋友說 對我們的普通話好像不太標準 那標準呢 這是我們的特色 其實我們最不喜歡標準 對周星旗的電影 為什麼好看 因為標準 所以好肯 所以他 裡面的人說的普通話 也不是普通話 也不是廣東話 其實裡面很多 很多音都是很奇怪 但是就是玩這個東西 我們在 怎麼說呢 香港人 一直就是 也是喜歡說這些 鴛鴦 就是一種 咖啡 跟奶茶混起來的東西 一點也不標準 這個就是在香港的茶餐廳 你可以喝到的 我們特色可能就是不標準 但是我們主要標準的東西 都覺得我們奇怪 我們不能放進去 這個可能就是香港最大的特色 所以 比如說 香港的標準就是宣言業性 你可以捐錢的東西 這是標準 所以 你要 印證去做一些文學的東西 這是不標準 我不知道 聽不聽得懂 因為我們生活的是 邏輯很奇怪的 邏輯很奇怪的 的 社會 因為我們 從前是基民地 中文是不標準的 在 英國的時候 然後 現在 回歸以後 廣東話就是不標準的 所以 我們經常都是 在這種 不標準的 社會狀態 所以 你 很奇怪 拍這個香港的學家 為什麼 跑到台灣來 我也不太清楚 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 但是 我覺得 台灣跟香港 其實在文化上 有很多 可以 合作的地方 我只可以這樣說 對香港本土 就是這個市場是很小的 我們現在香港的電影 也是很多都是 合拍片 也不是 怎麼說 是香港 當成的一種電影 這是說 你在香港拍電影 簡單來說 你在香港拍電影 說的是香港的題材 跟廣東話拍的 這是不標準的 標準的電影是什麼 是到內地拿錢 合拍 合拍就是主題 比如現在 你找香港的 全是香港的 明星 香港的 團隊 談的是香港的地方 就是標準 所以我們的 邏輯 也搞得很荒 這個時候 所以我想 但是香港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有一種 世界性 它 怎麼說 香港做的事情 很多地方 可能感到 有興趣 也不是 單單是 香港人 因為香港人 其實 只有幾百萬人 很小的 一個市場 所以 我們做的電影 可能也 比如我想 這個電影的時候 我們很自然 就是 可能也只能 所謂 世界性的觀念 因為我們 都生活一種 不標準的環境 所以我們做的時候 通常都會想的 比如我們做電影的時候 不會很小 只是 交互香港本土的市場 我們會想的遠一點的 所以我們拿基金的時候 也 也不一定在香港的 其實 因為 怎麼說呢 可能這種 特色的地方 的 的 的 制裁其實在世界各地都不一樣 的 這種特質 也 一直受到 不同地方的 肯定 總是有人實化的 所以 我覺得 香港的文學在今天 為什麼不可以台灣 台灣之情呢 而且台灣也有一個很好的 文化背景 比如說 西西他的文學 可能他的讀者在台灣 比香港更多的人 可能 這個 這個就是香港一種 比較奇怪的一個情況 我記得說 但是 也是我們比較幸運 因為我們 不是 所以很多 在香港 做這個文學 的事 或是 有些電影 在香港 不是很受歡迎 可以這樣說 但是他可以 拿到金馬甲 的機器 能夠對 這種情況 就是說 我們 在香港 單獨做的東西 其實可以 找出去的 有這個特質 在裡面 我不知道 怎麼去解釋 因為我 就生活在裡面 但是 我們 覺得很自演 因為 我們 一直都是 這種情況 生活 所以說 做電影 我們從來沒有一個 標準 沒有 沒有規定 沒有什麼 邏輯可以說 你 能夠做的好電影 就好了 其他方法 你基金怎麼來 大家都 不會去想 這麼多 這個問題 其實 最重要就是 你在這個 特殊的環境裡面 怎麼去做 最好的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 一個很好的環境 很好的條件 已經 所有的東西都做好了 你還可以整個過去做 所有都是 好像 魯師所說的 魯師自己找出來的 這種 我們學家紀錄片 根本就沒有 我可以說 在一山崗之前的市場 後來才 才慢慢出現 所以 這種電影 會怎麼走 是沒辦法 沒辦法 想像的 比如說 剛才 唐末說 這些恐怖電影 現在有一種很奇怪 叫做 殭屍 殭屍是 人會跳的 跟 西方的 這種 鬼不一樣的 他們 也沒有這種 喪屍這種 但是 他是這樣跳 這個是很奇怪 其實 香港人 痴瘡的 可能 我們總是 天馬 行空 相當 一些 標準的東西 所以 在香港 不標準 就是最好 所以 我想 香港的一種 精神 香港文化 一個 很內在的地方 就是 就是反叛 我們 反抗 反叛 很半義的一種 一種思想 這個是香港最大的特色 因為我們是在 集民地域 的環境成長的 所以 怎麼去發現香港 什麼版圖 香港的內在是什麼東西 我們就是不一樣 這是一種 反叛的一種 一種精神 可能就是香港一種 很內在的精神 比如說 在創作上面 在 對於 現在 大家說的 雨傘運動 這些新一代 他們會 要發出自己的 心音 因為在電視 現在 電視台 只有一個 慢慢變成 只有電視是非常標準的 但是 香港人都不喜歡 看這種標準的東西 所以 人青一代 都不看電視 他們是 在網路上面 照理消失 什麼的 有一些年輕人 現在他們 我說的 這個叫做新電影 有一些年輕人 他們正在拍一些電影 也在外國 多講 在香港 版圖的 所有電影 都不關注 這個電影 叫做 N plus N N再 N 這個導演 是很冷靜的 在一起 他就是拍香港的 猜員圈的故事 一個好像紀錄片 好像是一個 劇情片一樣 他找一些演員 怎麼說呢 他在這個猜員圈裡面 跟這個警察對話 他們拍的時候呢 這些攝影師 因為 當時有很多季節 他以為他們自己採訪 但其實他們 其實真的是 是拍電影的 然後這些警察 不知道他們 他們 以為是小孩子 跟他對話 他們對話 是騙這些小孩子 但是拍下來 中間是電影 然後他的 他的對白也是警察 這個警察 真的跟他對話 就這種方法來拍 所以很很新鮮的 這個電影也在外國 拿了很多獎 當然在香港 也放眼了 秋火100場 很奇怪 這個是新電影 我叫做 這是一個 那些年輕人 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方法 來反昔 這種整個方法 都是很反彈的 也可以說 一點也不專業 不標準 他們全是非專業的人 來做的 他們整個團隊 都不是電影公演裡面的人 所有演員都非專業的 但是他們受到很大的關注 所以我覺得這種 不標準 可能就是很嚴重的地方 那因為我們的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最後呢 我們就請今天與會的三個老師 更用簡短的一分鐘的時間 來做一個結語 好 先請朱爾老師 聽黃導演的話 我就說你有感觸嗎 我覺得 香港的台灣 是很特別的一個 兩個地區 就是說在一個強大的 中原的中國文化 就是內地大陸文化中 我們是在邊陲 邊緣 邊緣 沿海 可是我們發揮的這個力量 輻射的這個 半的段位 其實非常地亡敗 所以我們都不要小看自己 這個是很重要的 像我們台灣 是全世界 五一二兩個地區 還使用繁體自由 因為我們是真正的就是 傳承 然後就是 就是一個儒家文化 或是說的 中國跟政治五分 就是文化中國 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 這個 現在我們兩個地方 就是有很多的 體育技能 都不一樣 一個比較西化 一個比較本土 但是怎麼樣 就是說在政治上 我想我們面對的命運 就是我們可以說 同並相連 然後也不因為這樣子 是同仇離開 在文化上 我們可能要有段時間 大家互相扶持 甚至相依為命 可是我覺得 就是說 這樣子 對於標準 對於中心的 這樣的一個 跟它的對峙 或是說 甚至跟它對話 或是說 跟它的一個來往的互動 其實會有 我覺得會創造出很多 很棒的東西 就是說 除了政治的力量之外 我覺得文化 其實是一個更重要的 更柔軟 但也更堅強的實力 所以我覺得 我們這兩個城市 不管是誰住在誰那裡 其實 其實我們都是 讓它守的 謝謝 祝二老師 接下來請您 帶東郭老師來做節目 我剛剛念黃金 可以說 股標準很大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這種 經濟就是 就是台灣股造取少的東西 台灣好像 跟香港民起來 常去的話 突然有什麼 香港跟台灣最大的不同 就是關於這種 股標準這種東西 我覺得 股標準是一種 很酷的一種精神在 可是我們台灣的 可能因為我們長久 其實有文化的長期 是缺少這種東西在 我們 我覺得香港 我非常喜歡香港 這個地方 雖然很小區 那我非常喜歡 因為 是因為我們來文化 之間的差異性 差異性 我想到我的朋友 他是一個文化的同學 他非常喜歡來台灣 他是那種很喜歡 那種民旗大的 文化族的那種同學 他說 香港的那個 男同學 都不要用來 他來台灣 他說 他說 那時候是 大概是阿伯當政 他說 你看你台灣的總統 你的領導文務商 王金平 柏西坤 阿伯 很久都這麼帥 你看我董賢華講的那樣子 我就發現說 其實對一個國家 一個文化喜愛 你可以從一個sexuality 衍生到一種政治符號 這就是 有曲線一下 我要講的是 我覺得 我之前 我之前都一直 一直有跟我說 香港人非常的適合 走得很快 不到為什麼 我認識的朋友 只能完全完全沒有這樣 所以說 我更完全不認識 香港的那一部分 我認識其實我喜歡 因為 那我 我就希望說 你們兩個地方的差異性 要永遠保持在 保持在有差異性 互相這樣子 我相信 現在講過的是 OK 好 謝謝鄧桐文老師 再來是個掌聲會導演 今天很高興 各位對於香港很感興趣的朋友 都來到 我覺得 這是台港 和派片 為什麼不可以 這台港 我覺得其實 我們的地方 很多 很近 而且我們的文化其實 也有一種比較自由的思想 在華裏面 比較開放 但台灣有的好處 可能香港沒有 就是 他們 這種很好的文化氣氛 我覺得 這個是在香港很難找到的 而 香港人也有 他的一種很特別的靈活性 或者是 我們 可能我們就有一種 亞洲空想的 力量在裡面 所以 所以我覺得 台港其實在文化上 在電影 或者是 文學等等 各方面 有沒有可能合作 我 忘了 有一個今天 就是 我 之前 做了一個小說 叫電影小說 這個概念就是 我們用小說來 回應我們喜歡的電影 這個方法就是 但是不是 為了我拍電影 才寫這個小說 這一種小說 所以 跟 台灣 有一些 比賽不一樣 這個電影小說 而是一種 比較 詳細方面的 就是 藝術性方面 去思考 這個問題 這是用小說 我們很 我們很 很清楚的知道 自己受編譯一下 然後 怎麼去 捲花 從事 看 寫小說 這個事情 這個電影小說 然後 有 九位 作家 參加 這 也是 他 有個小說 在裡面 然後 這個電影小說 我們 在台灣 台北書田的時候 做這個 申書 發包會的時候 然後 也有一些 台灣的 作家 後來 也感到有興趣 我們 也做了一個 拍感的 電影小說 在香港的選擇 記憶上面發表 這樣 所以 其實台灣 跟香港 其實我覺得 更多的 各方面的 合作 我不知道這個 台港 合拍片 做了以後 會不會有更多 但是我覺得 台灣跟香港的 合作其實有 很多 可能性 這個 我 還是很期待 謝謝 謝謝 鳳京輝導演 其實我自己常在思考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香港人 為什麼這麼喜歡香港 我覺得香港人 跟台灣人 有一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台灣人比較傲嬌 所以台灣人很喜歡哀 比方說我拍一部電影 我拍這個電影不這麼好 為什麼我花鼓鼓鼓住我 我就在那裡哀 到處哀 但是香港人呢 比較驕傲 香港人的想法是說 雖然現實不好 但是我總是有辦法 可以找到我的出路的 這是香港人的驕傲 那 香港這個地方呢 它其實 壓力比台灣要大很多很多 他們地方比台灣小 他們的人口比台灣少 而他們要承受來自於社會 來自於政治壓力更大 從自由行開放以來 中國大陸每年 從我可能送幾百萬人 到香港去旅遊 到現在據說 他們每年會送出來 一個自由行的大陸人 已經超過一億人 你去想像 如果一個六百萬人的 蛋丸之地 要去承受一個一億人 這樣子 進進出出 那個壓力有多大 絕對比台灣要大很多 但是 我們剛剛聽到 香港導演所說的話 你會感覺到他們沒有太多的自怨自疑 他們有的是總能夠找到出路的 這樣的一種自信心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需要去學習的 香港在外來是 或是現在 是最有可能直接影響到中國的 而台灣在某些方面 似乎也能夠給香港一些影響 所以這樣想起來 我們特別感謝文訓雜誌 在這樣一個歷史文妙的時刻 辦了這樣一場 異議非凡的講座 那麼我們也祝福 今天來參加的所有的朋友 我們也特別感謝今天特別來參加 我們這樣的研討會的三位主獎人 那我們的這場座談會就到這裡 完美結束 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四位老師 請四位老師兼猶鼓 為了感謝各位的參與 我們從來參與的朋友中 出了五位 我們可以得到我們精心製作的 酷的書衣很漂亮 然後我唸到名字的配上 我們每個老師幫我們頒一個獎 然後可以合拍交詐 好嗎 梁宜玲 聽到了請舉手 梁宜玲 恭喜你 第二位是黃毅誠 有嗎 黃毅誠 第三位是張鼠 第三位有嗎 第四位是李佩暄 如果走的話我們就往這樣 李佩暄有嗎 第五位是薄子祥 有 再來是傅兵鼓 恭喜你 万威德 恭喜 请上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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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回台张照 谢谢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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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三 最高一二三 好 过来 谢谢